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 我们今天30分钟要来关注的是上周在泰国所举办的2022年亚太经济合作会IPAC 那么在21个成员中包括了台湾 中国大陆 美国 香港等重要国家地区 进行了领袖峰会 部长级的官员跟资深的官员会议 那么今年是我们台湾参与第31年了 那么IPAC是历经前三年疫情踩着线上会之后 再度以实体会议形式来进行 我想在后疫情时代 尤其是全球慢慢好像步入经济成长萎缩 那么针对这次会议的主题所提出的倡议领袖的宣言相关的探讨 有不少值得关注未来发展 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台湾经济研究院 IPAC中心研究员邱达生来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研究员 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相信关注这个焦点议题 应该对于2022年IPAC大会主题提出开放联通平衡 应该会印象很深刻 那么也刚落幕 那么再以智力经贸合作 不过刚刚说了 目前全球很多国家都还没有摆脱疫情冲击 造成这个经济可能会成长萎缩的一个挑战之下 显得务实 但是也应该会有一定的难度 主要原因可能是各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异的 结构性的问题应该还蛮大的吧 这个部分研究员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观察的一个点 要落实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没有错 因为过去这两年的疫情 算是让全球经济产生一个典范移转的效果 那我们知道您讲的没有错 就是APEC的21个会员经济体 他们在供应链的位阶 而且他们的经济结构 比如说他的主要拉抬GDP的引擎 是出口 是民间消费 还是固定投资 大概都不太一样 就是说每个国家 他所注重的重点不一样 那在过去这两年疫情 其实对几乎所有的APEC国家产生相当严峻的冲击 例如说在2020年 这个多数的这个APEC经济体 都是出现了负成长 但是所幸的因为我们台湾 在这个全球的高科技的供应链 反而是在疫情期间凸显出我们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在疫情期间 其实包括2020、2021 我们在经济成长方面都有不错的表现 那也成为这个APEC这个区域的一个开模 那所以说在这一次我们的半导体也格外成为这个APEC这个场域相关的一个焦点 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这个整个区域面临的挑战还是很大的 所以说在这一次的会议 那另外一个聚焦也就是说希望能够提升整个区域供应链的一个韧性 因为供应链的一个萎缩或者是甚至阻塞 对全球的这整个的经济的需求拉抬 甚至反映在这个通货膨胀方面 那都是会对这种整个景气复苏造成障碍 那因此在这一次的会议就有多所琢磨 是一共有21个环太平洋地区的会员国参与着APEC 刚刚提到了除了台湾中国大陆香港美国之外 事实上还有澳大利亚就澳洲加拿大智利 那么日本韩国纽西兰俄罗斯新加坡等等 那像明年我们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也要保三 那么中国大陆今年更是被外界瞩目 是不是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 就是5.5%的一个增长 所以在这个疫情之下 各国所受到的冲击是不一的 那么在这一次的开放联通平衡当中 其实它有预定三大优先领域 就是向所有机会开放贸易跟投资 还有各方面要重启连结 那么在所有面向要促进平衡永续跟包容性 那么关注APEC的话 也会觉得有些目标是跟过去所一直提出来的事 大致上是有点符合 但是也有一些是针对疫情之后怎么样 让疫后经济能够有突破性的做法 所以所有发展都是要照顾到每一个人 像是过去我们常听到的中小企业 妇女弱势族群原住民等等都会在APEC 这样的论坛当中会被充分讨论 那么现在或许大家会更感受到 怎么样透过自由化 这样子的分配是不是会有不平均分配的问题呢 社会财富的利益呢 有没有分配到每个阶层呢 特别是我们在这个两三年来的疫情当中 也会看到会感受到这个疫苗的施打 好像也是让我们觉得 是不是也可以在这个部分有所突破 好 那么谈到在今年APEC 这个主题开放联通平衡之后呢 那么其实在短暂几天的会议当中 那么在这个领袖结束峰会之后 也发表一项联合宣言 在过去历届也是一样的 他们就承诺会促进贸易 还有加强因应其他经济挑战 美国是明年的APEC主办国 那么在这一次的宣言当中 研究员您来观察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政治上的一些 所谓的呼吁了 比如说恶物战争 是不是能够赶快结束 那另外在比较经济面的部分 刚刚你有提到像通膨的飙升了 还有我们如果说 在连结大家更应该正式的问题 像粮食安全的气候变迁等等 好像在这次宣言当中 也都有把这样子的目标给预定出来 就大家共同努力 但是这个前瞻性的宣言 你怎么样来看这样一个宣言 也是一个很牵巨的挑战呢 其实您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每一年的APEC宣言 它有两个主要目的 第一个就是说盘点 当年APEC它是不是完成了哪些目标 那第二个就是说展望未来APEC它要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其实今年的宣言 最后能够出炉 算是之前的一些磨合拉锯 它是消费了很多的与会者的时间 还有精力 因为这整个的这种所谓撰稿 这种debate 其实是超过我想将近十次吧 将近十次的这样才磨合完成后来的会议 而且那个时间应该是整个加总起来是数十个小时 那最后我们看到这个领袖宣言 好像它的整个的字数 什么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篇图 但是这里面其实自具斟酌 每个国家都把他们最想望的 就是说这些用语用词尽量的表达 那最主要就是说 它最大的这种不同的意见 来自于俄乌战争这一块 就是说先前我们看到俄罗斯 他一直不希望在这个俄乌战争 把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描述 而且提到就是说 俄罗斯在联合国 有多数的会员体表决通过 希望他无条件的撤军 等等这些字眼 放在APEC的一个宣言里面 原本在这个宣言出入之前 外界也非常担心 是不是会发生 像这个巴扭主办APEC那一年 因为那一年最主要是美中贸易战 那最后在这个两个大国的角力之下 那一年并没有这个领袖宣言 并没有 那也担心本来是非常的 就很多数的这种 包括学者媒体认为说 那可能今年也会像这个2018年一样 那结果后来呢 我认为说出现这个宣言 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是受到这个G20领袖宣言的一个刺激 因为G20是在APEC的领袖会议之前召开 而且G20呢他的领袖宣言的第三段 就是明白的这个重申 希望这个俄罗斯能够遵守这个联合国的一个决议 那所以说呢 后来呢也是在APEC领袖宣言也是同样是第三段 第三段就出示这样子的一个决心 那这个其实算是这个民主阵营的一个胜利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说这个俄乌战争 它是一个地缘政治不确定因素 那有一些国家 比如说特别是以俄罗斯为首 他会认为说这个不要放在一个经济合作论坛来提 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地缘政治 这种突发性的事件 已经对全球景气的复苏造成冲击 所以如果说刻意来忽略忽视这样子的一个冲击 那这个其实就是会对APEC的一个组织功能 产生负面的影响 也会让这个外界看到APEC 会对APEC的一个执行力产生怀疑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这次的宣言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希望多数的国家能够以共同行动 来因应目前这个冲击这个区域 除了地缘政治之外 另外是通货膨胀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通货膨胀会让这个区域多数的 这个百姓失职所得减少 那会冲袭到这个整个区域的这种经济的福利效果 所以这个就是跟这个APEC一直以来想要推动的 这个促进区域的这个提升福利 是大相征庭的 那因此在这里 就是领袖宣言也呼吁就是各国以这个个别共同行动 来因应这种物价高涨 这样情况 那此外您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一些弱势团体 那积极的让弱势团体都能够参与经济活动 除了可以有效的拉抬这个整个区域的一个减气复苏之外 那也让这个每一个部门 每一个这个成员都能够享受到这个复苏的成果 那甚至有提到包括这个妇女 为中小企业 偏乡地区人民 甚至原住民 都是纳入在这个所谓包容性成长的一个范畴 好非常谢谢颜袖员您的观察 的确你刚刚提到说 APEC这样的论坛 希望它能够发挥所谓的执行力 也落实一些愿景跟目标 所以在这次的APEC领袖宣言当中 特别针对俄乌战争 其实就提到大多数成员 也强烈谴责在乌克兰战争 强调战争为人类带来巨大苦难 使得全球经济现有的脆弱性是更恶化了 那么要前瞻未来目标的同时 要先解决目前所受到的很大的冲击 就是疫情都还没有结束 但是还有恶物战争所造成全球的通膨 这样问题的飙升 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在今天节目的前半阶段 非常谢谢台经院的APEC中心研究 原秋大声先为我们观察解析 在上周刚举行的这APEC会议 那么重要的一些探讨议题 包括主题有关开放联通平衡 而且有一些不少的倡议 那么我们先带到在这个领袖宣言方面 有提到未来目标 稍后节目后半阶段 我们就来看台湾在这样一个论坛当中 展现了我们台湾经济产业发展的一个实力 稍后我们要来谈的是 在台湾的数位经济 这个是过去我们也有倡议过 世上台湾应该有更多的贡献的机会 跟发挥的这样子一个条件 还有台湾主要加入区域经贸整合 我想透过APEC论坛 或许让我们更有机会的来跟各国来洽谈 稍后我们再来谈这个面相 我是盛竹如 为了保护自己和身边亲友 我已经接种第四剂疫苗了 除此之外 维持防疫好习惯也很重要 并多关心年长有慢性病 或重大疾病的亲友 疫情变化多 请您跟我一起 完整接种疫苗 落实防疫互安康 由政府请安心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机关署提供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聊I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聚焦的是财经 我们锁定的是在上周举行的APEC年会 那么在这一次的位移当中 包括他所提出的一些主题探讨 还有倡议以及领袖宣言 也可以大致上让我们知道 在展望未来的经济发展 他所要努力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探讨 台湾这一次参加APEC会议当中 事实上我们也有蛮多的这个倡议 跟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这个数位经济刚有提到了 在这次参加双部长会议当中 就包括我们的行政院中 委员邓正中 就提到探讨这个推进数位合作方式 其实台湾已经准备好跟理念 相同伙伴更深入商讨前 数位经济协定 来促进更多区域内的相互连结 同时促进共同的利益 事实上我想谈到台湾在国际空间 市场遭到中国大陆压缩 但是相信这方面的发展 应该是提供我们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我们有利的一个优势条件 研究员你怎么样来看 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数位经济的一些成就 我们推动的经验 可以做一些分享呢 其实您讲的没有错 现在当然是在APEX这个场域 包括先进国家跟新兴市场之间 以及特定的民主阵营 跟比如说像中国俄罗斯 这样比较集权的阵营 有不同的立场 但是数位经济 似乎是目前看起来是 最容易达成共识的部分 那即便说比如说像现在中国大陆 他一直希望推出的就是说这个连结性方面的一个议题 要跟他之前的这所谓一带一路做结合等等 那在最新的发展呢 也是要以这种数位经济的这样的相关的一个技术 来做这一方面的一个建构 那再加上比如说区域经济整合也开始强调这个数位经济的一个重要性 那我们台湾在这一部分的一个优势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凸显上来 特别是因为疫情 这个人跟人的接触 会某一些程度上会大家比较小心 所以这个远距商机的一个崛起 就凸显了台湾在这个相关 特别是数位经济的一个基础技术方面 台湾的一个优势 那APEN它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数位经济的一个指导小组 那在这个指导小组之下 有一个路径图 那路径图有相关的一些优先领域 那在这个指导小组 其实每一年都会希望各国能够盘点 在数位经济 它所提出的这个相关的跨国倡议到底有多少 那每一年基本上就是说 从这个疫情发展以来的这几年 我们台湾的提案数量都是 21个经济体里面最高的 基本上都是超过20%这么多 那也就凸显了我们其实在这方面的用心 那我们相关领域除了就是说 以数位经济来拓展这个中小企业的发展之外 甚至应用到农业 那个医学 还有这个比如说 这个人力资源的一个发展 等等各方面 那因此在这个议题 其实我们有相当的一个优势 那明年美国的主办APEX基本上还是会持续重视这个议题 所以我相信明年大概在这个提案的数量方面 我们国家一定不会少的 那除了这个我想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在我刚提到这个数位经济指导小组下 其实有一个有关于这个跨境资料的隐私规则 CBPR 那这个跨境资料隐私规则 在我们国内国发会努力协调各部会的参与 已经成立一个全球跨境隐私规则 是在今年的4月成立的 那这个隐私规则 本来成立之后 是跟APEX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建制是并行 那未来它会独立出来 那而且很难得的就是我们台湾 是这一个多方机制的一个创始会员国 那因此在未来相关的发展是值得关注 好 这个跨境资料的这个隐私规则 我们这么的积极来推动 我想这也是展现我们的一个决心 也是我们有这样的条件 那刚提到这个数位经济呢 台湾可以连接这个理念相同的国家来促进 那刚刚你有提到中国大陆 这一带一路未来再推 也会从这数位经济方面可能会有所连接 那么目前我们所知道的 就中国大陆也有可能会在2023年 就是明年的时候呢 也会再推一带一路的相关的论坛 我想这样的发展趋势 可见各个国家呢 都希望能够找到有利于 它能够对外拓展 连接更多资源 一起来推动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面向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关注 就在这一次的论坛当中 除了我们谈到这数位经济的一个倡议之外 特别在疫情之下 其实是有所发挥 在这一次的论坛里头 我们看到我们的政委邓振中就提到了 台湾国际经贸推展三个主轴 我们知道嘛 新来向政策 还有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 还有参与这些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就是CPTPP 我们在去年9月也申请了 那么这几天就是上周 APP会议当中呢 我们的官员应该也是以把握机会呢 跟一些国家呢 来洽谈 应该是会有谈的 其实因为中国大陆的官员 他们也跟美国的官员也有接触 好 我就回到我们台湾 申请加入CPTPP 这样的场合我觉得是难得的 因为APP一些成员跟CPTPP的成员 有一些呢 是同样是加入两个组织的 我想在这个地方如果有机会谈一下 再推一把 这个是不是会可以看到 有APP的外衣效应有可能会被促成 或许有可能 您怎么观察 因为是这样 就是说CPTPP的前身是TPP 是 那TPP呢 在先前提到就是说 他欢迎APEC的成员来参加 所以说这个因为我们台湾已经是APEC成员 所以无论如何 在这个资格上是符合的 而且台湾已经跟这个CPTPP里面两个 基本上那个关税都非常低 高度自由化的新加坡纽西兰 恰签自由贸易协定 所以说我觉得无论是准备 各方面都已经具备 但是现在如果说台湾呢 从去年9月到现在提出书面申请 但是还没有成立这个入会工作小组 只有职委会还在考量的话 大概是某些特定的一些政治的议题 就是政治的敏感 那无论如何 当然是我们现在如果说 照着他的整个入会规则走的话 就是我们必须要极力的说服 这些成员TPTPP的既有成员 这边那要跟这些成员进行双边 希望在成立入会小组方面 他们能够同意 那所以说这次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我们的领袖代表张庄谋先生 他不只跟很多的这个CPTPP成员 在各种场合可能是coffee break 可能是晚宴进行交流 甚至连已经不在这个CPTPP的美国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他都在这个晚宴期间 我们有看到新闻的这个露出 就是说他也支持台湾 加入这样子一个CPTPP的这样子的一个多边的 这个区域经济整合的一个程序 那其实过去我们长久以来观察APEC 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双边的这种共识 或者说洽签怎么样的一个协议 他不是在正式的APEC agenda谈成的 他反而是在一些当时比如说场边的一些互动 像coffee break或是晚宴的时候 达成这样子的一个双边的一个交易 或是意见的一个交换 举个例子像美国过去跟新加坡 他谈成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听说就是在游泳持盼 在聊天的时候谈成的 两国的领袖 就谈成这个美星自由贸易协定 那所以说这种比如说像实体的会议 而且想办法把国家的想望 在这边跟一些重要的成员交流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那这次从这个张忠谋代表 他的会后记者会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这次是有满满的收获 那应该是会有助于 我们的这个入会申请能够加速 是我想像这样的场合 我们官员一定是把握可能的机会 就像政委邓振中他说的 在这样的场合短短几天 大家都跑来跑去非常的忙碌 那么希望有机会 跟一些你想要洽谈的国家 有机会把我们的想法给提出来 或许都是非常有力的促成 只是在这过程当中 在台湾我们也看到 这样的似乎是一个插曲 就是说澳洲的总理艾伯尼斯 他提到就说 这个CPTPP 已经受承认国家可以加入 那么让台湾一度紧张 不过后来我们也在进一步 来了解澳洲的一些想法 那么澳洲政府事后向台湾澄清 对于台湾加入 CPTPP立场并没有改变 还是欢迎包括台湾赛令 所有符合CPTPP 高标准规范的经济体 能够加入 那么希望这次APAC论坛 我想我们的官员 包括我们的这个代表 参加领袖峰会的台积电创办人 张周某也都有机会 跟很多国家来表达我们的意愿 我想这应该可以来乐观期待 至于政治力的部分 我想我们还是要后续来观察 因为申请递出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 最后谈到就是台湾扎根发展 四五十年的半导地产业 今年在这个iPad当中 引发了不少关注 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周某 第六度代表台湾参加 iPad经济领袖会议 我们也看到相关的报道 在会后记者会议他说 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 对于晶片特别有兴趣 那欢迎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设厂 他也提到了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亲自向台湾表达 相当满意欣赏台积电跟日本的合作情形 可以显现就是说 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有成 在国际间产业发展 占有非常重要的机会 怎么样来看我们如何来善用 我们这样的发展 连接到台湾在未来产业这方面的拓展 跟其他国家的一些合作 或者说有一些交流呢 我认为说台湾半导体的一个重要性 成为会场的焦点 大概就是在双边的一些场合 因为多数的国家 它无论是在电动车 或者是说其他的高科技的发展 其实都需要半导体这样的一个技术 作为基础 而且全世界都在缺晶片 所以晶片供不应求的情况是持续的 那至于在整个Apple的议程 它是展现在供应链的韧性这个方面 所以说当一些会员体在谈供应链韧性的话 其实如果说我们看仔细的话 它就是在谈除了就是说原物料 可能因为一些地人政治 它的供需产生影响 粮食的供需产生一些阻碍之外 基本上就是在谈半导体 那我们台湾的这个优势 当然是会让我们在这种多边的场域 受到关注 那此外我认为说 我们要怎么样发挥最好的效果 就是要持续在政府 在相关的政策 在相关的这种发展 让业者有很好的一个环境 能够提升它在供应链的位阶 那这样子的一个优势 才会持续 让我们在Apple的场域 或其他的多边场域 能够继续受到关注 因为只有就是说 当我们有一些优势 那其他国家 才会更积极的想要 跟我们进行一些合作 对过去这两年 相信关注这个焦点的话 也会知道很多国家 都希望我们把晶片卖给他们 那在这次的会议当中 行政院政务员邓正中 他有提到 就说有些国家 都希望半导体方面 跟台湾多交流学习 比如说将年轻人 能够送到台湾来培训 当然我们也知道 台湾有成立半导体的学院 鼓励吸纳更多的人才 我想这个是 我们可以做一些 比较先进制成 而且还要更好 人才来培训 也要更加紧 否则这个人才短缺 也是一个问题 我想这是台湾 半导体发展的一个骄傲 那我们会要持续把握 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继续来发挥台湾 这方面的优势 好我们在今天 针对2022年的iPad 刚落幕 会议的一些相关的焦点 我们非常感谢 台湾经济研究院的iPad 中心研究员 邱大生的观察解析 非常谢谢研究员 谢谢您 谢谢 好以上就是今天 两安局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华丽姐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时间 空中再会